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 今天的行动会客室来的这一位朋友 其实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很正式的 然后坐下来跟他做访问 但是我们在这之前 已经有很多的机会跟场合 电话或者是面对面 或者他是主持人 我是讲者 就是我们有很多机会见到面 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的主角跟核心 是他的新专辑 欢迎许哲伟 我要叫永鑫老师 你叫永鑫就可以了 永鑫是我心目中 一直很喜欢的主持人 谢谢你 之前的发片会有作品 然后都没有机会上到永鑫的节目 这一次我很谢谢永鑫 我主动敲的哦 对他主动敲我 其实我非常感动 我就是跟经纪人说 怎么样我都要摆 就是推开所有的通告 这个一定要来 所有的听众朋友 或者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徐哲伟 客语的话就是 太阳好 爱那七十日 永鑫以后 哎呀你好 哲伟的这张客语专辑 我还是先听了 我才跟他敲这个通告 我狂起鸡皮歌 我不是连听都没听哦 因为我跟他讲说 我很喜欢丘比特拿哪些歌哦 他立刻就打了好长的文章回我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一趟旅程很奇妙 特别是像跟永鑫的缘分也是一样 我们真正熟悉应该是在一个 客家的产业的分析的发表 应该说分析会上面碰面 然后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对我来讲 永鑫是很特别的存在 不管他对音乐啦或各方面 我觉得啦 虽然我们一直都没有 但那天我那个角色不是我平常的 没有没有没有你很棒啊 谢谢你 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特别的交集 是是是 我们可能透过别的地方 然后远远的打招呼 或者是偶尔问候 对 可是那次我就很喜欢你那一天 就是我们突然觉得好有默契哦 对对对 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觉得永鑫帮我加了很多分 怎么这么说 因为底下 因为说实话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专业 你还记得那是很专业的场合 而且我很意外是 长官从头做到尾 对 他没有中间离习 对完全 而且他们很仔细在听永鑫的分析 那我知道永鑫在做这个计划 已经做至少三年了 对三年了 所以我知道那个 做这种填调式 或是比较 对大家来说很生硬的东西 其实他比写论文还累 对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大家在譬如说现场的感受 或是大家在看 这样的影片的时候 不会觉得无聊 你那天也在看报告 对不对 我跟你一起啊 你忘了吗 那每个简报都是我自己做的 很厉害 我知道你非常厉害 甚至国内国外 而且我觉得我在那场得到 我先说 我不是因为你我才说 我那天有跟你说 因为那场的分析会 我其实得到很多东西 之后我跟很多的音乐人 不管是 你们还会谈到那场 我会谈到那场 而且我会谈到你那次 那次讲的很多重点 是是是 比如说 大家很关心的分润 对分润问题 对不对 或者说我接下来的音乐 就是世界数位 或是这个产业的总项是什么 我很忍忍吧 很忍忍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我一直放在一起 其实那天我对哲伟有不同的观察 你手会被你摔 不会啊 换我拿换我拿 因为镜头刚好在我们两中间 对对对 要一直让它存在着 就是我对你的想象跟认识 都是活动很棒 很流畅 熏云流水 可是那天你不断的一直在跟我对说 那这一趴这样子 我们怎么样进 怎么样 我觉得你好仔细 就是我个性就是这样我很容易 那个是完全了解这个活动的性质之外 还想要说可以多做点什么 不是说我只要做到位就交差而已 我觉得你那天真的是让整个活动 我觉得长官也不想走 然后大家都没有人要走 而且我觉得那天很精彩 是我们两个的一搭一唱 默契好好 电视节目还有什么 找我们做个节目 默契真的超好的 而且我大概都知道永鑫要说什么 永鑫他也知道我丢什么给他 他可以很精准的接下去 那天就是内容很棒 然后过程跟紧凑 然后整个的每一个点都刚刚好说出来 对就是气氛 然后我很开心的是 因为永鑫可能 因为我先离开嘛 后面有工作 然后我其实先跟 所有一轮的歌手朋友们打招呼 他们都说 他们一开始以为会很深色 你知道那种数据的东西 对因为大家都想说 产业调查报告 就觉得好硬线条 对可是他们觉得那天很开心 非常流畅 大家是开开心心的 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没有离开 一直在讨论 我觉得那个收获很大 我终于借这个机会 可以跟永鑫好好分享 我那天心中的一些回馈也好 或者是感受也好 因为那天真的太赶了 然后我竟然没有留下你的赖 还好我没有留电话 是我主动刚才要赖 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不会太难找 很多共同朋友 只是有时候突然想说 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联络过这样 就是永鑫传那个讯息 给我的时候我想说 我们没有赖吗 没有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这阵我真的太忙了 我就是 可是我有时候太忙了 有时候讯息就跑掉 可是我看到永鑫快回 我刚刚说的 闭上 本人 闭上 就爱 叫你电台 感谢观看